我們過來放,講義在一個叫開始上課的那個欄位裡面 點進去就會看到很多應該說一些PDF欄裡面就有講義 我要看你們覺得有沒有需要印出來看會比較好 或是你要把它先下載下來放在你的類似平板之類的 或是筆電裡面來看一下 你甚至可以帶筆電來課堂上 因為之後有時候可能有些程式可以現場 大概有兩分鐘 每吃完 下一堂課開始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提早吃早餐 或是中途下課再吃 中途大概就是會停十分鐘兩次 那我接下來很快的再把剩下的東西跟大家講一下 同樣等一下也會有一些練習 跟一些要跟大家互動的一個地方這樣 所以剛剛我們講完就是記憶體的一個部分 那剛剛前面再讓大家註習一下這樣 這邊我們所謂的硬體總共有這些東西 記憶體很重要 接下來我要講就是最重要的那個CPU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看買電腦的時候俗稱CPU 中央處理單元 或者只會講觀念而已 實際上如果你要從它全部的東西 有另外一個專門的課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所以記憶體講完 把它鎖起來 沒關係你把它靠著就好 那真的不太好 需要一個搶鏡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個CPU的部分這樣 稍微跟大家提到一下 至少讓大家知道什麼是CPU CPU整個電腦裡面用來執行 然後控制所有東西的一個主要單元這樣子 那它主要會去記憶體裡面抓指令 剛剛說記憶體裡面會存指令跟資料 這個CPU會去抓這個指令進來 譬如說它叫它做懲罰 抓進來之後它就開始做了 抓進來之後它存在它就是CPU裡面的更快的記憶體 剛剛有同學問到 他已經知道一個另外一個也很快的記憶體 叫做快取記憶體 這個裡面這個叫暫存器 暫時儲存的一個器 就是那個機器的器 暫存器 所以在所有系統應該是會交到這樣子 這個是在CPU裡面的 它不是主記憶體喔 它是在CPU裡面 主記憶體跟CPU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這個暫存器是在CPU內部的快速的記憶體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如果大家有聽過 就叫快取記憶體這樣子 你們先知道這樣子就好 這個是現在CPU通常都不會只有一個核心 通常都是8個核心 16個核心 如果你有興趣 鼓勵大家也去看一個東西 叫做GPU GPU這樣 G就是圖形的意思 GPU在未來 如果你想要做無人車 它會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要做人工智慧 現在大家的顯示卡 可能你如果買那種打電動很順 裡面應該就有GPU這個東西了 你可以去試用看看 但這個都不是我們這門課要教的東西 只是讓大家多一點知道的一個疑問這樣子 所以知道一下前面三個這樣子就好 CPU是用來總控程式的執行 資料的搬取這樣 抓進來就會存在在記憶體裡面 大致上它運作流程會像這個樣子 這一塊你就把它當成是CPU 這個是主記憶體 主記憶體會存一些資料跟指令 所以當這個CPU呢 它被說要去拿兩個東西來做相加或相成的時候 這CPU會發出命令 把這兩個資料從主記憶體抓過來 放到它的兩個暫存器 然後提到暫存器的部分 然後它就會對這兩個東西做相加、相成等等的 算完之後 它會再把這個東西存回去主記憶體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CPU跟記憶體的溝通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圖應該在數位系統你們會再看到一次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這個就是CPU基本上它非常簡單的一個運作模式 它跟主記憶體還有跟暫存器 這個R就是前面的這個暫存器 這個中文你要翻不要翻註冊 好 好 其他就很簡單了 剛剛還有第五 其他有兩個 輸入輸出裝置 這個大家就很熟 鍵盤、滑鼠、油標 滑鼠、油標 這些都是將來大家執行程式的時候 你可能要透過滑鼠或鍵盤 輸入一個東西給這個CPU 然後它就會開始去做運算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CPU的運算來源有兩個 一個是記憶體 一個是輸入裝置 你如果有執行過上次給大家的一個範例 它會叫你在螢幕上自己先打一個數字進去 所以鍵盤是輸入裝置 就是可以提供CPU 所以這邊你可以做個補計一下 CPU你如果將來要寫成是 這個CPU的運算來源可以是記憶體裡面的內容 或者是你電腦鍵盤輸入東西 比較常用的是從記憶體抓東西 鍵盤那個是初學的時候才 才會再用 或者是你打電動需要比較多的互動 才會用到這種輸入裝置 不然如果你只是要去做一些運算 比如說記帳這些 你可能會先把 先輸入好 輸入一個用鍵盤輸入東西到一個檔案裡面 CPU再去根據那個檔案 比如說統計你的吃的支出啦 住的支出啦等等 所以這邊大家看一下就好 電腦還會連到網路去 電腦還會連到網路去 這個計算機概率應該會再講 這樣子 譬如說線道網路是Cable等 有緩線的 這個叫LAN 這個看一下就好 局部的區域網路 比較廣的 WAN整個網路的部分 它是用無線等等連到外面的 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硬體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光有五個部分 GPU主記憶體輸入輸出次要的記憶體 這五個大家要知道一下 軟體的部分 軟體的部分 四個部分 這邊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作業系統 應用軟體 我們要使用電腦語言跟行程式 作業系統 看一下這個也不是這本課的重點 作業系統就是用來控制你整個系統 資料該怎麼處理 翻譯等等 這邊有一些文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用來控制使用者跟電腦 怎麼跟電腦做溝通 譬如說常見到的作業系統 像這個一樣 比較常看到是下面的 Window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叫做Linus 或者是Mac裡面也有那種命令模式 你出來就會這樣子打一堆命令 大家現在比較習慣就是用圖形介面 所以你這門課學完之後 你也可以學著什麼開發一個圖形介面的一個程式 用圖形 或者就是你以後可能如果是外務 之後去公司上班 比較常看到會有這種介面 要打命令 要輸入一些命令 所以這個之後 這門課我們都會用圖形介面的方式 讓大家去執行你的程式 這個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可以再跟你說大概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都叫做OS 作業系統 在開機的時候電腦會做一件事情 把作業系統從硬碟載入到主機體 剛剛有提到一個觀念 要執行程式的時候都要先搬到主機體 這個作業系統一開始會先存在硬碟裡面 當然有一些部分的作業系統會先存在電腦裡面 讓大家快速的開機 現在大家開機要多快 我覺得多快 現在平均大概多久 開機到 開機到畫面出來你可以操作的時間多久 7秒 10秒 5秒 用小5秒 5秒是你們都有裝SSD嗎 都有用了密集 這樣 5秒SSD應該沒那麼快 應該要2、30秒 有沒有人開機 開機到開機要1分鐘 才可以用 1分鐘 1分鐘 我會覺得超久 當你知道有5秒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1分鐘超久 SSD 這個 知道 所以這個快速開機 我們都要快速開機就是說 我們 你覺得那個為什麼要這麼久 為什麼開機會這麼久 為什麼開機會這麼久 有電腦很慢 電腦很久 他發音這樣子 為什麼開機要那麼久 因為開機要做很多動作 很多動作是把資料從硬碟搬來主機 硬碟是很慢 硬碟多慢 他用轉是多少轉 幾千兩百轉 除非你用SSD 你如果傳統的硬碟很慢 你如果越多資料從傳統硬碟搬來主機 他就會花很多時間 如果你是把資料放在SSD 快速的人用硬碟 他就會很慢 更快的是他把部分的主機體燒在 主機板上的弱密圍讀記憶體 他一開機 而且ROM的資料是不會不見的 ROM是剛剛我們所說的非揮發性 他沒有易電線 電源關了他還是有資料 所以一開機的時候 他就馬上去主機板上的維度記憶體 趕快把部分的主機體抓進來 剩下的再從硬碟 所以你可以發現你的電腦會慢 很大的原因都是在跟記憶體的溝通 比如大家應該沒有很慢 你現在你的電腦 CPU的操作頻率沒有超過 1GHz 誰現在的電腦型號叫Panten 有嗎? 應該沒有 因為你的CPU至少都有1GHz 快一點你的CPU甚至有8核的 或6核的 所以頻率不是那麼重要 現在因為大家都不快 主要是這個硬碟 硬碟跟集體的溝通 可以先有個觀念 如果你以後發現你的電腦慢 是你的硬碟快壞掉 硬碟快壞掉後有聲音 有聽過嗎? 大家覺得要注意到 硬碟的資料快不見了 他在提醒你 硬碟資料不見很嚴重的 不知道你裡面存什麼 然後搭幾次之後就全部不見了 好 OK 好 所以這做一系統 好 現在讓大家思考一下 這句話是對的還錯 根據我剛剛所講的 這句話永遠是對的嗎? 這句話是對的嗎? 讓大家思考了10秒鐘 然後我再來看誰要回答一下 問題就比較OK 所以你更預期到等一下搶到問題 好 要幫我回答這個問題 舉手 好 後面 誒你剛剛有沒有來寫過這個 好 那你等一下過來 答案是對還是錯? 錯喔 你答案是錯 我走過來再跟你誠摯的建議一下 答案是對還是錯? 錯的 錯的 真的覺得是錯的 會不要改 為什麼是錯的? 比較快的是RAM 所以你是說它一開始可能會讀到RAM裡面 可是RAM電腦開機的時候 電腦沒有電它就沒有東西 對不對 那你如果先存到RAM裡面 它不是就 電腦關機就不見了嗎? 希望說電腦一開機它就有東西 然後馬上就可以執行 所以你覺得 會是對還是錯的嗎? 對不停止開機 很好 答案是對 來來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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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 那大家的問題是在於 我提 開機 應是開機 這樣子 好 就說 剛剛我提到 我們如果 電腦會慢是因為它剛開機的時候 需要去印電 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一個辦法 可以說 電腦一開機 它不要去印 馬上就有資料 它就可以比較快 所以它就會存在RAM裡面 但是有個問題 它可能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資料存在RAM裡面 因為RAM不大 或是說如果你要讓它很大它會貴 例如說主記憶體 如果它你可以買到一T的主記憶體 你可以猜測它要多少錢 你現在32G的主記憶體要多少錢 有這種 一條32G 沒有吧 16 16條多少錢 1280 如果你猜32G它會賣多少錢 這兩倍嗎 多一個零 搞不好是有可能 搞不好32G會滿足的 所以它只存部分 或是全部 不過以後如果這個RAM的技術變好了 可能就可以全部都載進去 那就很快 好 應用軟體 這應該大家就很熟 你每天都在用 大家比較常用的吧 電動啊 其他的應該都是 只是說一說 或是貨的 不知道誰行應該理常用 有Counting 你會做會計軟體 這樣可能比較少這樣 資料庫的管理 大家來做可能叫什麼 檢查今天的天氣預報 會嗎 出門前會這樣 好像也不會 不過這都是應用軟體這樣 這應用軟體不只在電腦上 你手機上也行 手機就叫APP 裝一個程式可以讓它運作這樣 這應用軟體要在執行前 必須要先安裝 安裝呢 就是說 就把它 讓電腦可以存取得到 把它放到 比如說硬碟 然後再從硬碟放到主機體 這個叫安裝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 引擎的對付就是安裝 電腦的語言 這剛剛有跟大家提過 這很重要 這一頁這樣說 電腦看得懂 是這個 機械語言宣language這樣 我們在寫的是high-level的language 可以看一下文字部分 它都是用英文來寫成的 倒是還沒有看過用中文寫的程式語言 以後也許大家可以發明 但這樣好像很奇怪 等我開始教程式語言之後 你可以思考看用中文做會不會很奇怪 我個人是覺得怪怪的 就是說以後你要寫一個字字 就叫做比較西語 比如說台灣語 台灣語 你可能第一句要先問候一下這樣 英文叫哈囉 台灣語言第一句話 可能是一個字很適合死 第一個程式 英文 你會學到會叫哈囉 所有程式的第一個都會叫哈囉 台灣的第一個要叫什麼 你看到你同學很久 你已經打造了你的家話題 我聽到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都一個字 欸 你今天好嗎 看一下 我真的沒有看過中文的程式語言 英文 英文 那我們寫的這個電腦看不懂 電腦看得懂這一個 所以說中間會有一個組合語言 做有做橋的 所以未來大家如果去科技公司工作的話 你會發現有一個工程師叫做組合語言的工程師 因為你會發現寫這個高階語言 寫得好不好會影響到CPU跑得多快 但畢竟這個高階語言是透過一個軟體轉成這個 再轉成這個 那個軟體寫得好不好也會有關係這樣 所以有的工程師乾脆就直接從這個組合語言寫成是 不過如果一開始就教這個全部人都會通過 這個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你要懂CPU才會需要學 所以以後大二大三大四 你就會開始學到CPU怎麼做 你就會更了解那組合語言要該怎麼寫 大一的這個這門課的這個階段 以這個為主 高階的語言寫我們看得懂 然後去思考說那這個問題我該怎麼樣來解決 整個流程會是長這個樣子讓大家看一下 一開始你會先用個編輯器 譬如說大家裝的那個DVC++ 或者是任何的文字編輯器 握著也可以 打完之後它叫做source file 就是來源的檔案 它會經過一個叫做編譯器 這個就是我們打完的檔案 C語言 經過這個編譯器它會先轉成 剛剛提到這兩個其實是前幾頁的內容 轉成組合語言 有命令的還是有一些文字在 但是這每一個組合語言對應到的 都是一行這樣子的一個訊口機器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現在用的是Intel的CPU 這一行代表就是它要做乘法 然後它要把兩個暫存器的值乘起來 你看說第五個暫存器乘上十 放到第二個暫存器去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剛剛我們都有跟大家介紹CPU怎麼運作 去暫存器裡面 把資料抓到暫存器相乘之後再放回去 把資料從暫存器 然後跟一個直接的數值四相乘 放到第二暫存器 讓大家知道那個概念就好 不用管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行就相對於就是這樣子的一個0101的訊號 0101的訊號每個CPU定義都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用的是 等一下 CPU除了Intel之外還有什麼 AMD 還有沒有 除了桌上機之外 手機連CPU 高通 很好 還有沒有什麼 發哥喔 你幹嘛 我以為你知道它那個暫稱叫發哥 發哥的暫稱就叫發哥沒錯 你去MDTR還是什麼 他們都不能講真正的名字 要講發哥 然後宏達店就要講紅茶 就是要不能講那個英文 然後奇美奇景光店要叫包子 因為奇美是賣包子的 大家比較熟悉 你覺得很多代號 好 研發科也有 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CPU 他們怎麼定義這個0101的訊號就不太一樣 譬如說這一行在Intel就要做存放 但這一行在AMD就不見得要存放 然後你就要去開關 所以你一定要選編載 你現在做CPU 到底要做Intel的CPU 還是做AMD的CPU 當然你要選好 好 這叫編譯器 Compiler 把這個轉成這個 再轉成這個 這個就產生出來的檔案叫做目標檔案 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以後寫一個程式不只會寫一個C程式 就是一個project比較大的話 你會寫好幾個C程式 每個C程式都會變成一個目標檔案 那這些不同的程式怎麼整合起來 就是透過這個Link連接器 把這個不同的程式 你看這邊 Other object file 也就是說 你以後就會體會到 一個程式不只會有一個C程式 然後講好幾個 把它整合起來 就會變成可執行檔 可執行檔就是大家在安裝問題的時候 然後電量就要開始轉動 然後最後你開始點它之後 CPU 或者說作業系統 就有個Loader 載入器 載入到主機 CPU就會開始直線 所以以後 下一堂課開始 你寫的程式 它就會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寫好之後 透過那個軟體 像請大家安裝的那個軟體 它會幫你把這個變成 就是變異器變成這種機器語言 再透過Link把不同的程式整合起來 然後加上這個 透過Loader放到主機體裡面去 CPU去執行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這個答案 對還是錯 錯 百分之百錯 你不要以為我每次走在你面前 就一定是要在你面前 對還是錯 沒有錯 因為剛剛提到 可能intel跟 不一樣 所以這當然是錯的 有跟大家提到 intel啦 dmd啦 高通 電話科技 定義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行不見得 就是一定是這一行 好 其他補充的這個大家自己看 講義就好 我只要跟大家講 接下來要講那個語言的時候 都要跟大家講一些語法 就很像是學那個 英文的時候 機器要看得懂 必須要補一個文法 也就是說我現在跟你講英文 但是我不照文法講這樣子 倒過來講這樣子 所以機器有一個他聽得懂的一個了解的格式這樣子 這個語法是為了你一些神 這就是要跟機器溝通 更慘了一點講 你只要叫機器幫你做事 你想要讓機器變成你的小精靈 你睡覺的時候要給你自己運作 所以現在大家都會認識完 以後就是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是不會累的 就一直運作 所以這個語法 需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怎麼跟機器來做溝通 你把它想像成一個溝通的工具就好 所以其實溝通 只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則符合就好了這樣 這一定是很複雜 其他我剛剛有跟大家介紹過的這個文字 可以大家給自己看 唯一要再講的是這個IDE 這個叫做整合性的使用者開發工具 或使用者的介面 這個就是大家會安裝的DEP 或是其他的 比如說MAC上面也有自己的一個練習器 這個整合性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整套的軟體 而且有圖形介面 它會整圖剛剛前面看到的這些東西 那個軟體裡面有Compiler、有Link、有Load 所以只要用那個軟體按那個執行過程 它就可以幫你一路讓電腦開始執行 這軟體有一個請大家注意到的地方 它也可以幫你增落 大家下禮拜開始要寫程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最困擾的地方就是你明明就很邪了 但電腦跟你說有錯了 它就是不想執行 跟你說有錯了 比如說我剛剛問一個那個 我跟Ur號這樣子 這個跟你說error 你以後會討厭電腦跟你說error 他跟你說error 他為什麼error呢 他會跟你說原因 比如說像這樣 這個就是DVC++的介面 一開始你會在這邊打Code 就是這裡畫這樣子 所以它滿好的 它會幫你標出來不同的顏色 它有不同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是註解 這時候會跟大家講文章 就是程式內容在這裡 然後藍色的 然後紅色的 它都有差自己不同的意思 讓你清楚知道說你在寫什麼 我這邊特別要講的是下面這一塊 你執行完成式 如果都OK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什麼成功之類的 但通常的情況 大家第一次寫這邊會有一對error 紅色的 所以你不要太擔心這樣 一定會有的 除非你以前寫過 要不然你一開始一定會被這個弄得很挫折這樣 你跟他講叫他幫你只是印個hello握出來 他不足不印還跟你說error這樣子 我只是叫你印 說hello這樣子的不要 這邊有error 不過注意一下他error會有原因 所以遇到error不要害怕 他會沒有跟你講什麼error 他不會沒事跟你說就是error 他不會因為心情不好跟你說error 一定有個原因在 所以執行程式的流程大概是怎麼樣 第一個步驟我們用輸入裝置鍵盤 然後輸入一些東西 或者是你就是會把它寫成一個檔案 妨礙記憶體裡面 譬如說現在我們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是說我現在是一個茶水錶的人 我想要統計一下 茶水錶也是個紅色 茶水錶的人 我想要知道這間房間這個月或是電錶好了嗎 我們隨便去查一下你們的意思 電錶 電錶 好 我換一個好了 等你們笑得太開心 電錶 我想要知道這部這個月到底用多少電錶 所以我每次去查的時候 我就把它輸入進來看 然後他就會把這資料存在到記憶體裡面 送到CPU,CPU把每次的資料給加總起來,做加法 然後算完的東西再輸出到一個螢幕或者是印表機把它印出來 這個就是它整個的,如果這例子是數表 我可不可以用它這個月用了多少數 所以這個範例程式還蠻簡單 它就是一個插電表數表 它想要做自動化,它不想要自己拿一本記帳的一個個型 然後自己按計算計加總 它希望它每次查完就存到電腦裡 然後在每個月的最後它就自動幫你加總 它希望省下這個時間,它的步驟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大家一起運作的 譬如說這個資料可能是從外部輸入的 也有可能是存在硬碟裡面的次要的記憶體 然後放到主機體裡面交給CPU執行 執行完之後再輸出出來 放收到五個元件都用到這樣 好,接下來就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之後大家要寫程式的時候 一定要先確定一件事 這個程式的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以及輸入跟輸出的關係 只要把這三個東西了解清楚 你寫程式一定不會有問題 最困難就是看完題目之後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輸入是什麼 當然它的要輸出是什麼 因為題目可能講得太抽象 到底輸入跟輸出有什麼關係 待會兒會有個例子來跟大家講 所以輸入的資料你要先搞懂 到底它是要從鍵盤來呢 還是已經有的一個檔案裡面 存在記憶體裡面 輸出是什麼呢 我是要輸出在 我可能會輸出在螢幕上面 譬如說第一個範例程式 你打完之後 結果會輸出在螢幕上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存到一個檔案裡面 實際上大家在玩電動的時候 你有些東西可能是要 或看電影有些東西要秀在螢幕上 有些東西會存在檔案裡面 你之後就可以拿來做修改 遊戲修改大事 你可以改很多東西等等的這樣 所以這邊注意一下這紅色的 輸入有可能從鍵盤來 可能從檔案來 存在記憶體 輸出可能直接輸出到螢幕 可能存到一個檔案裡 之後再做分析 所以之後要看清楚 我們要解的問題 到底輸出輸入是什麼 它有對應的 譬如說如果只是要輸出到螢幕上 那很簡單 如果要輸出到檔案 有哪個特點的格式 大家以後就照著我的範例 可以依樣化我的 換句話說 你就可以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我給大家的範例都會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照著做一遍 知道它怎麼做 以後你想要做更複雜的 你可以在一起延伸 寫程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心法 心理因素 這個請大家特別特別一定要記在心裡 要不然你可能會覺得寫程式很無聊 寫程式實際上是在解決問題 不要把它當成是在寫程式 寫程式實際上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我待會跟大家講為什麼是這樣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會解決問題 你就會寫程式 所以實際上這門課我希望的是大家學會怎麼解決問題 寫程式只是你的輔助工具 你會解決問題 你可以用這門課教的C語言來實現 你也可以用C++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程式語言 比如說之前教過 講過的一個叫Python 那個能工智慧會用到 EYTH 所以程式語言我一開始才說不是那麼大的一個重點 重點在於你會不會解那個問題 待會兒我就要讓大家練習 就是給你一個問題 你怎麼解決 通常大家不會寫程式 第一個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你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 第二個就是那個語法講錯的 才會出現那個error 好 好 接下來就是暫時用不到那個 然後我們等一下一點點的時間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我覺得在這個講義裡面 就一定要跟大家講的 因為這是我們整個課程的精神 重要的精神所在 好 這個就是說 以後我們要寫程式的時候 到底我給大家一個問題 或是你將來遇到一個問題 你怎麼樣子把那個程式給寫出來 不過我這樣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即將應該說你怎麼樣子解決那個問題 要用程式幫你做 這樣子 所以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大概有這六個步驟這樣子 先快速唸一下 第一個呢 我們要先知道題目 問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要做一些分析 分析要分析什麼呢 後面講義大家會看到三個東西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input跟output之間的關係 這三個最重要的分析這樣 一旦你可以知道這個關係之後 你可以設計一個方法 或是一些步驟 來把這個input跟output之間的關係 建立起來 產生output 舉個例子 等一下就會看到 後面就是 前面三個做完之後 後面就是用任何一種程式語言 把它實現出來 測試一下到底會不會動 實際上大家一開始寫可能都不會動 或者是部分會動 這樣子 測試一下看問題在哪裡 最後呢寫完之後可能你如果這寫得好的話 以後可能還有後面的人會幫你繼續更新 或是你自己在這寫的一個 你覺得這是你活到現在為止寫的最好的一個程式了 然後你覺得大鱷你還想要再把它做一些更新 那你可以 譬如說你想要現在做一個自動選吃什麼的 午餐的系統 大家都覺得這個系統做實在太好了 跑到說你可以發展成一個APP 大家以後都可以 那這樣子你可能就會一直持續的維護跟不斷的加新的功能 這個六個步驟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前三個步驟 是前三個步驟 後面那個都是比較技術類的 你前三個步驟如果做不好 後面這三個都是白費的 倒過來講 你前面三個如果弄得清楚 後面這三個都很難 大家都會覺得難的是這一個 以後你就會覺得加上那個漁管 你可能會很容易覺得第四點是最難 但實際上前面三點弄得好後面都很簡單 所以待會也要讓大家舉個例 舉個例讓大家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釐清這個問題要什麼 分析怎麼設計那個 那個algorithm 你還會跟大家講的演算法 白花一點步驟 你要怎麼樣達到你的要的那個答案 例如說第一個 我們要先知道問題要的是什麼 具體來講是這一個 就是說這個解剩問題 題目跟你 它有提供什麼資訊給你 你可以根據這個資訊回答那個問題嗎 例如說舉例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描述 請大家計算一個東西這樣 如果我給你蘋果每一個是幾磅 我買了多少磅 每一磅多少錢 請大家跟我講我總共花了多少錢 所以用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問題它給我的資訊是什麼 就是一過每一磅多少錢 我買了多少磅 它要的是什麼 總共我花了多少錢 這就很清楚 這個是很清楚的例子 後面你會發現有些問題 講了之後你還是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如果我沒講清楚 譬如說剛剛你跟大家講的 請猜一下我現在在想什麼數字 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要要什麼 就是很模糊 所以第一個問題你需要先理清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個分析 有三個東西 分析這個問題的input是什麼 你有什麼它給你什麼 比如說這個問題它給你這兩個東西 所以它的input就是買了多少磅 一個磅一磅多少錢 output總共蘋果多少錢 我花了多少錢 它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這個公司 很簡單這樣 我一磅的買多少磅 一磅多少錢 兩個乘起來就是我的總價錢 這個是最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例子實在是成效 不是一定是這個樣子 我要舉例而已 所以這個關係只是一個乘法 後面大家會發現問題比較複雜的時候 關係不一定只是乘法 可能好幾點這樣子 但這一章我們要遇到的 都是這種簡單的這樣 後面會慢慢的有減入升這樣子 慢慢讓大家知道 至少一開始不要讓大家覺得 這實在太困難了 所以如果叫你寫這個程式 你應該很快就可以寫完這樣子 如果你會那個語法 所以只要把這個關係式找出來 這個就可以用程式描述了 input這是程式給我的 根據這個公式算出來 這個算出這個output 傳送出去 你要不要把它看一下 好 那這個設計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步驟 這個叫做抽象化 extraction的抽象化 你看這個字本身就有抽象 它要叫抽象化 什麼叫抽象化 這個題目都寫得複雜的時候 大家要從題目裡面找出來 到底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這樣 有些時候從題目裡面 你很難知道 不容易知道它到底要是什麼 必須要分析一下這樣 知道之後呢 就是發展一些步驟 這個叫做演算法 像前面這個只有一步而已 一步做成法 答案就出來了 比較複雜要做好幾步 這個例子之後做一步 等一下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讓大家思考一下 這個是一步還是兩步 還是要多步才可以做的 這個叫演算法 比較困難的問題 會有好幾步 你可以想得出來 這是好幾步嗎 譬如說我隨便舉個問題 這不是要問大家 不是要教大家課堂想一想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科技公司的面試考題 這樣 有三個房間 它沒有自己的電燈 總控台在某一間房間裡面 就有三個開關 請問你最少要進去房間幾次 才能夠知道那三個開關誰是控制哪一間 都知道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面試的問題 還有一個流程 你就會說 我記得還有一個附加條件 一個房間只能夠進去一支 我可以再把那個問題 綁在我們的Facebook上 讓大家想一想 這樣 所以問題 可能不同人解會有不同的步驟 你怎麼找最少的步驟來解出來 你如果那個步驟本來就很少 你寫出來的程式自然就會比別人快 如果你步驟你就用倒立法 譬如說我叫你猜四個數字 然後某個東西的密碼是四個數字 這樣 我叫你猜那個密碼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四個 所有的主頭都跑一遍 然後二的四次 對不對 九的四次 你倒九 十的四次 五萬種主頭 你慢慢猜那個整隻的房子 所以這個演算法實際上白話一點講 它是步驟 更精確一點講 這個演算法是找出最短的步驟來解決那個問題 所以我要強調的都是怎麼解決問題 怎麼解決問題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做法 一個策略 就是拆解問題 比較top-down的演算 或者叫做Divided and Conquer 分割各個疾破 分割問題各個疾破 一個大問題 譬如說我現在來大家設計一個 這個 譬如說就是剛剛說的白說 你決定午餐要吃什麼 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分割成小問題 分割成說到底有沒有誰不吃什麼 絕對不吃什麼 或是誰最愛吃什麼 要分割小問題 每個小問題再去找出各自的角色來解決 好 譬如說這個top-down的演算設計 它常見到的反例就是分割成這三個小問題 一個問題給你 你就把它分割成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我怎麼抓到我要的資料 第二個它到底要做什麼運算 第三個我這個資料算完之後 怎麼樣子把它送出來英文 大家知道 好 簡單的例子是這樣 以後你遇到設計問題的時候你就想想看 這三個步驟分別該怎麼解 一個問題 程式的問題都會包含這三件事情 你怎麼抓資料 怎麼抓完資料之後 你怎麼做你要的產品這樣 這個步驟我們會 這是三個大步驟 每個大的步驟我們會再細分成幾個小步驟 這個你會用一些問題來讓大家會更清楚這樣 所以這個叫StackWise 一步一步的把每個問題解完這樣子 好 比如說這樣子 這個是課本的範例 如果現在有課本的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這是它的問題描述 請大家跟我講 這個問題到底Input是什麼、Output是什麼 等一下在寫那麼熱熱等這樣子 好 這樣子你們一眼就可以看到出來它的Input是什麼、Output是什麼 其實它的問題 你找不到對的地方就會知道它到底要什麼 前面那些堆有敘述的在幾個 做暑假作業 然後你跟我講那麼多幹什麼 你就是跟我講你要什麼這樣子 有可能跟你講 譬如說你以後真的成為軟體設計工程師 請你把他設計軟體的時候 前面講一堆前眼 那些都是不重要的 有 因為最近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想要設計這個程式 然後再講十分鐘之後 你發現 所以你到底要什麼 你現在要做這個暑假作業 所以那你到底要什麼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們要去看地圖 有些地圖是用音字 有些是用公字 用麥油或是公理 那他們希望你看公理 就這一個 他只喜歡看公字 所以他要幹嘛 他需要你幫他寫個程式 把麥油轉成公理 英里轉公理 所以英部是什麼 他會給你英里 奧普是什麼 公理 他們兩個之間關係是什麼 英里多少公理 後面我們就會看到 平常 你可能現在覺得算這個幹嘛 那以後你去美國 英國 你開車的時候 他出來的出現表是英里 你不要把他當公理再開 這樣會很嚴重喔 你如果在美國英里開100公里 公里是多少呢 看一下 是這樣 你在美國開100 他是160公里 你可能就會弄成像那個 CSI 或是MYPD 那警察會衝出來抓你 還會有直升機 開始判照你 你們怎麼會覺得這是假的 像我以前去 就是國師法案的時候 去洛杉磯交換學生這樣 他跟朋友出去晚上的時候 開開之後前面封路了 然後想說是什麼 結果發現前面一堆警察 然後頭上有那個LAPD的直升機 他在追逃犯 他在追逃犯 真的是真的會是這樣子 所以 這個 如果你以後到了不同的國家 的確是用不同的工 就是單位的時候 你就會很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像他現在只是要做這件事情 輸入是英里 輸入是公里 它們兩個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就把它找出來 這個是已經既有的一個關係 所以還蠻簡單的 一Mile就是1.609km 所以他要的這個程式 要怎麼做 分割出來 開始說 那我要怎麼做這個 TOP DOWN比賽 剛剛說這三個步驟 這個 輸入他就是 要的是Mile 輸出他要的是公里 中間我怎麼樣幫他做轉換 所以我三個步驟就可以做完了 這樣 我把它乘上1.609 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第一個範例程式 稍微講一下 詳細的我們下一堂課 才會跟大家介紹 這個程式就是在實現前面這個 所以我跟大家說 只要你前面這個弄得清楚 後面 只要你按照我後面教的那個 換句話說的 一樣化的文你都可以寫得出來 所以第一個步驟 它有三個步驟 1 2 3 第二個步驟有兩個 就是更想細的是這一個 第一個步驟 你會發現 後面的程式就是這三個步驟 第一個 把Mile的資料讀進來 你看在這裡 這個格式 它會印一行字出來 請大家輸入Mile 然後用這個語法 下次會教 把你輸入的數值 所以你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會一直跑這邊 跑一行字在這裡 你要用鍵盤輸入這個 輸入比如說10 然後它就會存 用這個scanf把它掃瞄 存在一個變數 存在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我的輸入值 我怎麼把這個輸入值變成km 剛剛前一個步驟說 乘上1.6.9 所以你會看到 它就是把這個存的 這個東西 乘上1.6.9 就是這個 我們等一下去定義 1.6.9 這個 全部都大寫的字 就代表它有一個 算是綽號別面這樣 這個就代表1.6.9 用define的 下次會教 所以沒有太大的想法 讓大家看一下 的確寫成字 就是按照那個步驟 填進去就好 存在完之後 就是我要的公理 公理 再把它用printf 把它印出來 就是這個 可以算出來的數字 它就會跑出幾數 10 就是stay 這樣就寫完 簡單的程式 就是 你把步驟弄好 程式就寫完 這樣 所以你回家可以試用看看 真的要開始試用 因為下禮拜就要開始 弄程式的東西 不過我教程式也不是先教程式 我是先教問題 這問題要怎麼解決 你用這個程式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我是跟 像這個例子 我先跟大家講的問題是 是這個 問題是這個東西 它方法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有了這個流程之後 你才來寫程式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後寫的是 你先想好怎麼寫 再來寫 你不要邊寫邊想 這樣子會很困難 你會覺得 這老天是在跟我做對 你這筆電 跟我做對 每次打喝error 那種出來答案都不一樣 好 這邊還要再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都要跟程式講 你這個輸入的數值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格式 就很像剛剛我跟大家講 請大家猜數字 我沒有跟大家講 現在是小數啦 或者是什麼數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所以你會看到 每個程式都會做一些宣告 說這個輸入的值是整數啦 還是小數啦 還是複數 如果它是小數 都會用這個字來尋找 等一下你不要回家 大佛的 大佛就是小數 所以你會看到 它輸入的都是10.0.0 如果它這裡 規定使用者只能輸入整數 這裡就不會寫這個字 它會換另外一 所以你寫程式可以跟使用者說 你只能夠輸入這個數值 你會覺得它這樣應該照理來說 就不會輸入別的數值 比如說輸入整數 你說這程式你寫得清楚 只能輸入整數 它就是會輸入小數 你看 所以你的程式還要做一些防呆 比如說有的USB點 也不是就是 已經只有一個方向才插得進去 另外一個方向是防呆的 到過來一定插不進去 不過有的人不是這樣想 有人是想說遇到困難要努力進去 為什麼要跟我做對這件事情是有問題 然後就一直插進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系統會把一個東西說 電流崩潰之類的 你不要做實驗 那是我之前有看過這樣 你不要真的倒過來插進去 然後電腦壞掉說我還沒 它真的會出現一個東西 所以以後你寫程式 如果你有規定特別的東西 說使用者只能這麼做 你可能要再多寫一個東西 如果它沒那麼做的時候 你要修什麼 你說整數它是不是想說 不是跟你講過要輸入整數 之類的 讓它防派 好 所以下面這一行 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話 這一行是說 如果你執行了這個程式 你的螢幕會跑出來的文字 它會叫你先輸入Mile的數字 你輸入完暗鍵頭 就會幫你修出來這個Mile是多少公里 這樣子 回去有時候可以裝一下那個 試試看 如果裝上面有什麼問題 請大家再跟我們說 最後一個要注意到 這是書上寫 它沒有把它寫得很重要 但我覺得這句這段話很重要 寫程式的過程 一定會遇到失敗 一定會遇到很多error 一定會 先給大家心理建設 你不然期待你第一次寫 那個程式就一定會跑出來 我剛剛雖然說這樣子會跑出來 可是你第一次執行 你不一定真的會跑出來 你可能會現在看到A5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A5 就有可能這樣子 特別是以後你自己寫 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那我們開始跟大家講說 一步一步的來解決問題 這件事情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你真的這麼做 它可以幫助你很快的解決問題 正確的來解決問題 但是呢 因為大家畢竟還不熟悉 這個程式怎麼寫 所以你可能第一次寫 第二次寫 或者是第三次寫那個程式 可能出來都是錯的 但這邊很重要一件事情 它會錯一定的原因 準備你剛好遇到那個 比如說什麼 地球剛好轉到太陽的往裡面 太陽的粒子會射到地球來 你的電腦可能就會暫時的出錯 沒有遇過這種情況嗎 我問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的朋友 他不是理工的 他跟你講 他的電腦不會動 你會怎麼幫他地方 幫他找問題 有一個我們一定會的一個作品 很好很好 你們發現這世界上的解問題 很多人都會教你先從開機 從開機之後很多問題就要解決 為什麼從開機可以解決 這其實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是相關的 你可能會覺得我剛剛在開玩笑 我說的是真的 就是真的 你的廠舟中心有一些設限 他如果設到你的電腦的時候 你的電腦通通通會儲存 內容可能會變化 但那個是暫時的 那種問題是暫時的 從開機之後 他就過往一個時間就好 所以 所以 以後你要幫人家修店 或是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次程式 明明就照著那個講義檔 或什麼都會動 你就先從開機制 就會發現 誒 問答案就夠了 因為你搞不好 也有可能是你邊寫程式 邊開等 打電動 他們兩個可能存取到同一塊記憶體 你打電動 他覺得他優先權比較高 就不讓你跑 你就很臭 所以 所以從開機是一個做法 但是這邊 希望讓大家思考 就是說 因為你畢竟還不太熟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寫不會動的話 找出來那個原因 你先從開機之後 總開始就發現 誒 真的還是不會動 那真的就不是那個 宇宙射線的問題 你可能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程式行錯 然後最好把那個電動、電影、 音樂全部關掉 這樣子 只留那個程式 看看說 誒 是不是真的是程式的問題 好 這個是我想要讓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等一下問一個同學 這樣子 現在我給大家這個問題 你覺得他的輸入、輸出 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 他的輸入該是什麼 看清楚這個問題 你覺得如果你要開發一個這種程式 這個問題 問這個問題的人 必須先給你什麼資訊 才可以給他要的尋處 請問大家輸入是什麼 期末成績 期末成績 是期末成績嗎 期中 期中 期中有幾次 看老師 我覺得你這個背後引來運氣很大 老師可能考四次這樣 也會考三次 可能考一次而已 看老師這樣 所以他是不是一定要跟你講 在期中考之前要讓你考過幾次 是不是輸入 他每次他考多少分 對嗎 他還有什麼 他還要跟你講 他輸入是什麼 即格分數 即格分數 他覺得即格是幾分 是不是需要都有 他需要有希望的成績 希望你這麼克代 最後成績有多少分 A加很好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 A加是多少分 90到150 所以你最少要考90 整學期成績 所以他必須要跟我們講 譬如說他希望整學期的成績是90 假設我們就考一次其中考 其中考要考30 那我們怎麼幫他算出來 他其中考應該有什麼 應該要考多少 這個關係是什麼 音部跟音部之前的關係是什麼 平均 所以我希望期末成績是90 那兩次加起來總分要多少 180 那我怎麼算出來期末法應該要考慮 150 所以如果是150你應該要領錯什麼 不過我們其中考慣分部也是150 大概是120 這個大家倒是可以先有個心理準備 我們其中考 百分部也是只有120 可能是120 你如果考到120那次就算120 所以應該這樣大家應該會稍微高一點 所以這樣子大家有清楚嗎 就是給你一個問題 你要先做分析 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它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你如果找出來那個公式程式就很好寫 好 最後是 所以這個你自己可以回家聽一下 這樣 好不好 如果我其中考又出一模一樣 類似的聽 你會不會 我去叫你聽不空 這些東西 這樣 你可以回去聽一下 好 接下來最後是回家注意一下 我們要做業的前量的東西 要請大家寫在Facebook上 最後一個請大家教過 回家注意是這樣 沒有要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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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讓大家思考一下問題 你在你的生活或學業裡面隨便 你找一個對你來說真的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狀況問題被用程式被幫你解決 例如說 這個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所以你不能用 這個對你來說應該很重要 就是說我想要寫一個程式 我自己輸入我前面幾次 其中考考多少 然後他幫我算出來 我期末最少要考多少 這樣 這樣可以過 這是一個範例 或者是剛剛那個地圖 他就是喜歡這樣子轉 例如說你就喜歡去國外旅遊 你希望做這些事情 這個問題不見得是要是學術上的 也可以是生活上的 不過學術上的 如果你覺得 譬如說你修微積分、股物、計算機概論 或者是數位系統 你覺得寫那些作業 你覺得如果可以開外一個層次 可以幫你寫出來寫得很快 那也OK 這樣 重點在於說 請大家找出來想一下 這個不會太夠困難這樣 你想一下一個在你的生活裡面 你覺得真的蠻重要的問題 然後他可以用程式提供 給我這三個東西 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呢 這個問題是什麼 他為什麼對你來說很重要 這樣 第二個呢 如果這個程式可以被開發出來 對你來說 你會獲得什麼好處 這樣子 這兩個東西請大家 其實來描述 我會把題目出好 這樣 就是像剛剛教作業的那個方式 這樣 因為前面教的人 會有額外加分 如果你發現 前面有人已經寫 你覺得這個問題實在是不太合理 你要定證他也可以 那也有額外加分 但是你要注意到 如果那個第一個人被第二個人定證 第一個人的分數一定是會比較低的 因為代表他有問題 所以先教不一定是好 但先教一定有加分 然後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知道 每個人在寫我的問題是什麼 也許你看了這個人提做問題之後 你會想到 欸 原來這個是歐洲 也有這種問題 所以不用重新解決 所以這兩個 我也寫清楚 請大家要在Facebook上寫這兩點 第三點就不用寫來Facebook 因為第三點是大家怎麼解決 你覺得 你會用哪些步驟來解決這個問題 譬如說 剛剛舉的例子很簡單 就是 不管是算期末成績還是算轉換 都是做乘法加減這個步驟就可以做完了 算成績稍微複雜一點 你必須先收集他前面考多少 算出來總分是多少 扣掉他已經有得到最後的卡案 那步驟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 因你轉功力一個步驟 這邊請大家思考一下就是 你覺得你那個問題用哪些步驟怎麼解決 這個教書面的這樣子 所以下次上課的時候可以請大家教過來 這個問題就是 你不用壓力太大 你就是想一個你覺得真的還滿重要的 這樣 觀察一下你的生活裡面的一些東西 這個問題會有點關係到 你如果先想好 譬如說我相信應該接下來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說 當初你解這問題說需要這個步驟 那後面我們教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來思考 你寫的程式 學的程式語法 可不可以用來實現你要的步驟 譬如說後面我們會教到 如果你的解這問題需要重複做100次 那我們就有個語法可以跟電腦講 你叫他幫你重複100次 這樣 但我現在不是那麼清楚說 什麼問題一定要重複100次 才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你可以先思考 你先思考看 不用那麼盡理所能 把它寫出來這樣就好 我會說這個跟期末的專題有關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想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重複專題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讀一下這邊寫的東西不一定要是 就是期末專題 這邊只是先跟大家練習一下 好 那可能下次開始大家可能要找個組 就是這樣子 現在暫時先兩個人一組 那你下次來的時候兩個人同組的坐在旁邊 我再確定一下時候兩個人 我確定有可能可以三個人一組 我確定先來跟大家講 好 下次來的時候請大家同組或坐在旁邊 因為下次開始有些東西要多去組 好 那今天就上到這邊 它的旅圈下有發生去 謝謝